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这个导弹我们前段时间买了不少 尤其是鱼叉 还有就是这个AIM 空对空的这个导弹 我们在前段时间买了不少 那也引起了台湾的争议 现在是拜登主动的要求国会批准 再卖给台湾 那这个部分里面我觉得 当然是有用意的 不过这还是初级阶段 也就是说还是要经过国会批准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 以现在它能不能准时的公益给台湾 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都知道 它现在目前基欠我们 钱收了 但是武器没有给我们的 已经累积相当大的量了 那主要就是因为俄乌战争之后 美国就优先排的顺序了 优先排的顺序也就是说 它主要的武器有一大部分 顺序供应乌克兰 那另外的话欧洲的国家也由于担忧 乌克兰的战事往外延伸 所以他们也在采购的过程中 美国就把优先顺序重排 台湾被排在后面 原本在今年跟明年要交货的 也都往后排了 那我们前段时间也有在讨论过 就是说有记者问到就是 那什么时候交货 他们也没有给我们一个确确的答案 可是货都还没交的时候 怎么又开始谈这个呢 就又开始谈这个鱼叉飞弹 鱼叉或者是这个AIM的 这个香尾蛇导弹 它本身有实战经验 所以它的作战力是强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问题就在我们的数量 目前来讲现有的货 其实我们的数量并不少 但是你又再加购 加购以后 它什么时候再送到我们这边来 然后现在又估计说 18个月内不会发生战争 但是它没有估计 20个月以内会不会发生战争 因为原本有人估计5年 有人估计24个月 有人估计18个月 后来美国国安部说 18个月不可能 但问题就是18个月以后 那就变成可能了 因为它的潜台时就变成 18个月你不可能 那一年半以后就有可能 那这样的情形下 你这个飞弹一定是 来不及收到我们台湾手中 但是它钱要赶快先收的意思 那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觉得有太多疑问 最重要就是这次是美国的 他们先公布 而不是台湾这边先公布 是美国的 而且拜登直接先公布 这是内幕消息 内幕消息就是有意地释放出来 其实就是要刺激中国大陆 也就是刺激大陆这个敏感的深境 然后看大陆会不会拿什么东西 来跟美国交换 我觉得美国打台湾牌 目前来讲已经打到它 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潜如即穷 因为它已经没有招了 所以我觉得这目前来讲 是对于拜登来说 他们真的是已经台湾牌 因为打台湾牌有目的 那目前来讲 那目的都达不到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民主党的拜登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 再打台湾牌 可是他打台湾牌 还是很积极啊 每天都有新的动作 新的招数 像比方介大使 刚才除了在讲这个军售之外 刚才这个最新也有一个消息 就是美国的Arizona的州长也来了 前几天是Indiana州嘛 结果现在是轮到Arizona 所以现在的州长就跟国会议员 大家是要轮番上阵访台吗 这真的是值得关注 所以他如果是一直要去刺激 就像刚刚賴老师讲的 他的用意是要刺激 中国大陆的话 那他到底是越来越升级 然后让这个神经越来越紧绷 还是说其实就越来越麻痹了 那你看现在对台军售这件事情 当然大陆方面的反应也很快 驻美使馆的刘鹏宇这位发言人 就说要美国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 并且停止与台湾的军事接触 还说对台的军售是严重违反 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鼓励主张台独分裂势力 导致台海紧张局势升级 大陆会继续的采取强而有力的有效措施 坚决捍卫主权和安全的利益 可是事实上呢 问题来了 就是当然呢 要表态是一定要的 但是你说 这真的马上你说 宣布了批准了 对台的军售过关了 在国会议员高票通过了 马上会拿得到吗 未必 因为的确在之前还有欠的 那现在你看 这个共和党的众议员金英玉 之前就有报导披露 说他还在7月的时候 要求拜登政府 对台湾几十亿美元的军售 要完成交货 否则的话呢 这就没有办法 向印太地区的盟友 穿搭坚定的讯息 所以之前欠的 你还赶快先出吧 是不是呢 大使 我觉得就是说美国事实上的话 我觉得他在三个方面 基本上会加强对台湾方面的这种 各方面的这种象征性或实质性的 一种支持 那第一个就是美国官员跟议员来访 就是络绎于土 而且未来不免 不排除有更高层的 人员不断地来 这美国将来一定继续做 第二个就是军售 他会很快的 他会 这目前还是一些过去的武器的量 武器的那种性质 我觉得将来不管在量 在值上都会提升 第三个的话就是美国的法案 就是说所谓的这种挺台法案 最近台湾全力法已经要列入 要开始讨论 台湾政策法 台湾政策法 九月中 对筹备中 他参议院的外委会要开始讨论 那所以这些就是美国会继续做的 总的目标 就是能够激起另外一场 在东方的俄乌战争 要发生在台海之间 那就是说积极促战 积极往这个促战方面打 那这些动作还有很大的作用 就是给民进党政府 各种实质上的一种支持 第一个让台湾的民心 不至于因为 现在两岸关系的恶化 而走向趋于和解的 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民心的转向 他希望台湾的老百姓都愿意打 都觉得打还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不是说没有完全没有胜算挨打 这是很重要 第二个 挺住民进党 因为民进党是台湾 这么多人 蔡英文政府 是这么多人台湾的政府里面 对美国是最百依百顺的一个政府 所以他要用这个时机 挺住台湾 然后另外一方面 做很多实质上 还有象征性的对台湾的支持 然后把中国大陆逼到底 逼到墙角 逼着中国大陆出手 那所以我想我觉得这就是美国人的想法 不过现在你看 美国的媒体也高度的关注着现在的台海局势 然后就说呢 其实美国的态度是一个很关键 那支持台湾 美国要取得艰难的平衡 这里面其实写了一大篇 不过他这个编辑是呢 他写了 比方说 大陆在裴路西访台之后 有加强军事威吓 有威胁到区域的安全 那美国呢 又即将要审议支持台湾的台湾政策法 避免激起冲突 美国必须取得艰难的平衡 到底什么时候 刚刚讲9月 那么9月14号 已经排审了 在这个时候呢 那是不是可能又会挑动 两岸敏感的神经呢 那这可能会重构美国对台政策的立法 就被视为大陆视为在挑战美中建交的基础 那这里面涵盖的内容包括有 提供台湾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啦 赋予台湾非北约重要盟邦的地位啦 甚至是把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 这是所谓核弹籍的招数吗 现在要怎么来看 这个到时候台湾政策法 在美国国会的进程呢 老师 确实我们看到就是说 这一次裴洛西来台湾这个访问 等于对大陆来讲是人为 已经超过容忍的底线 因为之前其实拜登政府任内 美国国会议员啊 其实也有来啊 那另外这个军售他也持续 虽然量不是很多啊 但他整个政策还是延续 这个川普政府的一个政策嘛 所以大陆认为 基本上这已经是 预约这个双方一个中国的 这个政策原则 所以我们看到大陆这一次啊 这个因为裴洛西来啊 所以对台湾采取了一个 大规模的一个军演 之后其实大陆讲就是说 中美之间呢 应该是还回到他所谓的三个公报 就是在台湾关系法 以及六项保证都是美国外加进去的 他并不觉得美国应该是如此做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 这个拜登政府呢 确实刚刚你讲就是说 他在走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平衡政策 但这个政策可能真的是非常的越来越失衡 因为等于说对大陆来说的话 这个一个中国政策的这个原则是不断的被 在切香肠的方式 不断的这个虚化跟掏空 所以裴洛西来他等于认为大陆认为 这是一个太过于不能容忍的底线 所以用实际的动作来加以这个阻止 但是我们看到出租完之后 现在拜登政府还是急于希望能够展现 就是说他不接受大陆的这样一个政策 所以我们才看到他赶快宣布军售 又派了两艘军舰经过台海 然后美国的这个州长国会议员 现在我觉得美国要维持这个平衡 是很困难 因为就是说地方的州长 以及国会议员到台湾来访问 这个是也不是美国政府 他能够片面的去主导的 因为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利益 国会议员有他自己的 选去利益或行动的一个自由 对所以他现在讲就是说 行政跟立法之间 他要能够想办法达成平衡 对这点是有困难 但是问题是现在可能是说 像尤其是国会现在推出了 这个台湾政政法 刚刚你也谈到 这个其实他们自己国会议员都说 这个是等于是说对美台之间 是一个重新的一个架构 是1979年台湾关系法来 重新的一个架构 那我们看到其实大陆在谈到美中关系 说现在已经谈到就是说 台湾关系法他都不能接受了 就是基本上你这个等于也是跟 违反大陆跟中国这个建交三个原则 但是如果你已经成为你当时的 这个国内法 当时大陆他也没有办法 有国力去阻止 但至少你要维持他的一个精神 就是跟台湾维持一个 非官方的关系 同时这个军售也要逐步的 一个停止 那你现在不但继续的在执行台湾关系法 以这个为名 不断的在提升美台关系 那现在又抬头一个台湾政策法 这里面很多很严重的问题 包括就是说台湾代表处的更名 以及解除就是美国跟台湾的一些官方 接触更多的一些限制 把台湾列务非北约的盟友 这个对大陆来讲都是难以接受 尤其在这一次军演之后 所以如果美国执意这么做 事实上来讲会恐怕会挑起另外一波 更凶险的这个台湾之间的危机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 若余帮你来打折